不要走上戰爭的路 但是東條英姬卻把這樣的形勢 走向了戰爭之路 變成他一個人無法控制的局面 他覺得對天皇教在的使命沒完成 所以他覺得對天皇有所虧欠 就是當時日本的軍人 雖然他走向的路 和他所領略的天皇要叫他走的路 不一樣 終於走向來決定戰爭的路 但是他也知道天皇不希望用戰爭去決定 而天皇是任命他當主閣去掌握這所有的權利 但是這個方向 終於整個國家的方向走向 連昭和天皇都沒有辦法控制的階段 這個就是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在其他的國家認為不可思議 昭和天皇不是當時日本的最大的人物嗎 為什麼戰後審判裡面沒有把昭和天皇列入為戰爭的戰喚來審判 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堅決主張要審判昭和天皇 但是GHQ就是盟軍佔領總部的麥克社和其他的調查委員會認為 即便在那樣的狀況之下 昭和天皇也沒有辦法去決定國家的整個要走到哪裡去 因為昭和天皇雖然是叫做天皇是像神一樣的存在 但是日本向來從幕府將軍開始呢 天皇和幕府將軍之間 或者天皇和首相之間 始終有一條呢 叫做神聖的空白 天皇不會隨意跨過這個空白呢 去干涉首相 或者干涉早期叫做幕府將軍的決策 既然決定了左相戰爭呢 在三年八個月的太平洋戰爭裡面呢 東條英姬當了兩年九個月的首相和陸軍總司令 但是三年八個月日本的戰爭型態一發動以後呢 大概可以分成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它是勝利 也就是說在十二月七號他們發動了對鄭州港的突襲之間 一開始的時候 美國沒有注意到整個夏威夷的這個軍事基地整個被摧毀 然後接著日本軍隊像呢 天兵天將的神速一下攻在馬來西亞 一直攻到新加坡呢 南洋的菲律賓這些呢 美軍所謂的菲律賓 英國首富的馬來西亞全部都統統淪陷 日本軍呢勢如破竹 那麼就是第一個勝利的階段 第二個階段呢 日本呢剛開始勝利的打 第二個階段就開始碰到挫敗 從珊瑚島海戰到最後的中土島戰役呢 日本開始它的攻勢呢被擋住了 擋住了接著被緩攻了 第三個是崩壞的階段 日本軍呢持續了一年多的這個首相無敵的 下死人的擴張速度呢 到了第三個階段在中土島之一以後呢 日本開始呢往下走 那麼一直到 塞班島之一 當日本的塞班島被攻下來以後 日本就註定要失敗了 就是解體的過程了 再加上琉球群島被攻下來以後 美軍的飛機從塞班島 從琉球B-29呢 就可以直接飛到日本本土轟炸了 那麼最後當然就是到投降 歷經呢勝利 挫敗崩壞 解體到投降的五個階段 其實這中間的五個階段裡面 所謂崩壞的階段 日本的軍隊開始崩壞崩潰的 開始是來自於海軍總司令三本五十六 戰死以後 海軍三本五十六 在中土島失敗以後呢 接著呢 就在所羅門群島的防衛戰裡面 他的密碼被解密解完了以後呢 這個三本五個階段 我不會對於所羅門群島的一個基地呢 被美軍中土攔截在那個座基上 被美軍擊落 海軍最厲害最有戰略的三本五十六 就戰死了 戰死一後呢 整個日本都開始往下去了 因為日本剛剛講過了 日本如果沒有美軍 那個陸軍是沒有作用的 那麼在這個時候呢 美軍開始實施了所謂的跳島毀滅戰 跳島毀滅戰呢 這個是 麥克拉瑟爾這群人啊 這群軍事參謀最厲害的一場戰術 以麥克拉瑟爾為主 因為日本啊 將來南洋的各個群島 那個群島 散步到整個南太平洋上面 島和島之間的距離很遠 雖然這個日本的海軍啊 將這些陸軍啊 這個這個上對 他佔領的太平洋島嶼 像馬少爾群島 像索羅門群島 像辛吉內亞這些佔領啊 很多的小島 但是你要知道 在駐在駐紮在這些小島上面的陸軍 雖然蕭勇戰戰很會打熱帶叢林戰 但是那種小島裡面物資是不夠的啊 你雖然大炮防守在那裡火藥也扣 但是糧食不夠啊 糧食不夠呢 美軍自從在中途島之翼 珊瑚海之翼兩次把日本的重要的大戰艦 都集成了以後呢 這些小島上的陸軍啊 就孤立了 孤立哦 他的海軍要來 美軍呢 就在海面上把他要去支援 這些小島的海軍艦艇把它集成啊 用兩種這個力量把它集成 一個是海軍表面戰艦力量把它集成 一個是用潜水艇把它集成啊 使得這些島嶼呢 越來越衰落 因為沒有補足的物資啊 這個時候呢 麥克阿瑟向尼米茲將軍呢 提出了一個戰略 太平洋參謀本部提出戰略 叫做 像我們西方人玩跳棋一樣的 跳島毀滅戰啊 我不必一個島一個島打下來啦 因為當時美軍緩攻的時候 美軍和澳洲聯軍 美澳聯軍 去緩攻日本的島 一個小島把它打下來 都要死掉上萬人 因為日本的那種給你拼到底 你不必把你拼到死的這種這種態度呢 是美軍和澳洲聯軍 或者是英國軍隊從來沒碰到過的 哪有這種小人 明知道就拼不贏了 整個島的人 一兩萬的軍隊 把你拼拼到像十四個 最好這個司令官還沒打死 還到海灘邊啊 把那些沒有戰死的人 大家排在一排 然後自己切副自殺 美國跟英國軍隊 不必要拼到這種敵人啊 西方人的戰爭講 明知道打不贏的戰已經打不贏了 我已經盡了努力的 就是向對方投降啊 投降不是軍人的齒路啊 我已經盡了所有的力量投降 我已經盡了所有軍人的力量 日本人不是啊 明知道輸了這個島的軍隊 已經快被消滅完了 但是司令官要維持最後的榮耀尊嚴 就是切副自殺 所以美國人拼到這種的軍隊 那這樣一個倒一個倒來撿喔 對美軍到後面 終於還是會把他打贏嘛 但是有兩個問題 美軍護不出來 第一個 時間上會拖很久 第二個 隨著時間 美軍戰死的人 陸軍算人戰死 日本的軍隊算人戰死 美軍也會戰死很多啊 那怎麼辦呢 那就不必啊 不必一個島一個島打 就是跳島 跳過島去打 好這個跳島的毀滅戰 從馬少爾群島 索羅門群島 在跳這些賽班島 這些中途島都跳著打 最幸運最幸運的是 在這個跳島毀滅戰的時候呢 有兩個大島啊 麥克勢去打了菲律賓啊 菲律賓 李宋島 在李宋島旁邊的一些小島更合下來 因為他的跳島的戰術 他就跳過了台灣 直接攻打琉球 所以台灣是這場跳島戰爭裡面最幸運的一個島 也就是跳過去啊 麥克勢為什麼跳過台灣 不是麥克勢對台灣有特別的感情 而是認為在這個日軍所佔領的各島裡面 台灣這個島是地形最複雜的 這個小小的島裡面啊 有五六百萬的台灣人民 啊這群台灣人民啊 已經被日本人教育了五十年 滿腦子想要和日本人一樣全島玉碎 跟美軍建得最後一邊一竹 所以他就宣布了全島玉碎 美國如果來進攻台灣啊 全島建得台灣人 要做得跟日本人建得最後一邊一竹 啊真正準備這樣做啦 那麼有五六百萬人民 再加上他的軍隊 日本在台灣的軍隊有三大軍團 有八兵團 八軍團 他們叫的第八方面軍 有六軍團 有第十方面軍 有第六方面軍 花東指揮部 這加上的地方也怪十萬兵 再加上台灣這個小島 看起來是三萬六千平方公里而已啊 它有五條山脈從中間 從中央山脈、雪山山脈、阿里山山脈 這些山脈都高度都是兩三千公尺 日本軍又受過叢林的戰爭 日本派到南洋去作戰的叢林戰爭的這些軍隊 都先派到台灣來在深山裡面訓練完 再派到菲律賓南馬來西亞去打仗 如果不跳過台灣 硬要把台灣攻陷下來 現在美軍的秘密檔案 麥克阿瑟的預計呢 要動用的軍隊和後勤補給軍 要七十五萬人到八十萬人 那麼美軍呢 在太平洋戰區調不出這麼大的能力 所以它就跳過台灣直接打向了琉球 這個就是整個二世界大戰跳島戰略 麥克阿瑟跳島戰略的過程裡面 決定跳過台灣的原因 從那個時候開始 麥克阿瑟的那句話變成名言 他說台灣是太平洋上面 永不成的航空母艦 因為他看台灣的地形 你從我們現在是南北向的台灣地形 你把它橫過來看 它像不像一艘航空母艦 這個航空母艦上裡面還有 一兩百個機場 日本的飛機機場 等於這個航空母艦 特大號的航空母艦上面 有幾個飛機可以起降的 一百多個地方 五條山脈在中間 像是黃衛的這個中央 這個航空母艦的中央 這個砲台 所以這個你就可以理解 台灣在麥克阿瑟時代 他就已經覺得台灣沒那麼簡單 所以這共產 現在中國共產黨裡面 跟著台灣的內部的敵人在吹牛 中國要拿台灣幾個小時就拿下來 幾天就拿下來 就放屁了 這個都是有實際的數字可以去理解的 那麼東條英姬這樣子的一個將領 做了一個這麼錯誤的決策 但是他為什麼還不覺得他會戰敗 這就是東條英姬在人格上的幾個奇怪的 第一個特質 第一個特質呢 他做什麼事情打仗呢 他認定是精神論 他講過一些話呢 今天來想都不可思議的 他有一次到訓練神風特工隊的飛行學校 或者是去開戰鬥機的這些飛行員的飛行學校 他站在上面呢 和學生在訓話講話 他說我們可以用什麼東西把敵方的美國飛機擊落呢 學生就回答他說呢 當然用我們的臨時戰鬥機和我們的機關槍 東條英姬上面很大聲地講 不對 他說不對 用什麼呢 他是用我們武士道的精神把它擊落 用精神可以把美國的戰鬥機擊落 他也講過了 我雖然是首相 我最討厭人家說我是政治家 我是軍事戰術家 我不是政治家 我所有的決策都是按照我在陸軍大學所學到的方式去做而已 這個是 他明明已經當了首相 首相就是要做一個政治家去思考國家的各種方向 但是呢 他的腦袋裡面還是討厭政治家 他已經是政治家 還討厭政治家 但是你竟然討厭政治家 你又當了首相 又在率領整個國家決定國家的命運 這不矛盾嘛 更荒唐的是 12月7號當他聽到呢 356的這些海軍戰鬥機呢 突擊了珍珠港事件 而且打了一個漂亮的戰役 讓美國措手不及呢 很多軍艦被擊沉在珍珠港 東條英姬聽到這個消息後 對著他內閣打聲講 全世界我們派軍隊去突擊 連我們內部的人都不知道 也只有我東條英姬的內閣可以做到這麼機密 一點秘密連內部都不可能洩漏 你就知道我們的內閣有多優秀 那你有沒有想到的 日本很不幸的本來用技巧呢 要用東條英姬內閣去壓制那群陸軍的瘋子 沒有想到這個時候日本才發現 我們是選了一個最大的瘋子去代理一群小瘋子 這才是日本悲劇的開始 就像現在武漢病毒以後 大家中國人身邊的這些人大常委 我們選了一個小瘋程度的瘋子 在率領13億的人民的國家 這是全世界覺得比武漢病毒更可怕的病毒 那些人不講慢了嗎